最近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与京东的合照 照片上的京东头上已经生出了肉眼可见的白发 脸上长出的皱纹使他看起来苍老无比 状态不佳 这样的京东与粉丝印象中的西装革履 都市精英男人的形象截然不同 那么京东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被观众撤去 称赞的老戏骨 风评超正的老干部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娱乐圈是一个堪称五颜六色的调色盘的地方 绚烂无比的表面 引得无数人把它当作实现梦想的地方 无数人奔赴于此 然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无比激烈的行业 一个人真正脱颖而出的机会非常渺小 能在娱乐圈这个行业沉淀下去的人 付出的努力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也就是导致这个行业出现了一种常见的现象 大气晚成 可能在圈子里面不温不火地待了二三十年 结果一朝爆红 从此走向了职业巅峰 京东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京东幼时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1993年中专毕业以后 他凭借自己的容貌与外在条件 独自进入娱乐圈闯荡 在剧组打杂刨龙套 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奔波了好几年 直到1999年 在红月的建议下 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 当时学校的报考要求是22岁以下 而京东刚好是23岁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努力下 成功地使指导老师改变主意 破格录取了他 从此以后 他从被人嘲笑野路子的 正式跨入了科班演员的行列 随后在娱乐圈浮浮沉沉了将近20年 终于在2015年 谍战片《伪装者》这部剧播出之后 京东瞬间爆火 达到了事业的一个小巅峰 这部剧中 他所饰演的角色 名家大哥明楼 是一个反转性强 足智多谋的性格 京东的演绎瞬间征服了所有观众 演技得到了认可 爆火之后的京东 可谓是后继勃发 之后的几年 又再次给观众呈现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例如《鬼锤灯之金爵古城》 《我的前半生》 尤其是《我的前半生》 使他成为了完美男人的代名词 成功将自己带入事业的巅峰期 他带给观众接连不断的惊喜与冲击 彻底将自己多年的沉淀与鸡肋展现出来 成功拿下了老戏谷的名号 此时的京东已经40多岁了 踏入行业已经20年 真可谓是大器晚成 然而正如《道德经》中所说 富贵而交 自以其咎中的道理一样 一个人在得到的一些成就之后 最怕的就是自满不懂得收敛 最终导致自己给自己招来祸根 那么京东又是如何在这几年内 从人人追捧到现在备受争议 被人抨击的地步呢 自从京东爆火之后 他把自己剧中任务高楼的形象带入了现实 搞起了老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设 结果人设立的有多快 崩的就有多快 多彻底 打脸的时刻总是猝不及防的 一些削罗现场 简直是让观众对他饰演的明露的滤镜碎了一地 首先咱们要说的不得不是京东非常出名的诺贝尔数学奖事件 这是他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在整个过程中京东爆出了不少金句 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诺贝尔数学奖 有点知识的人显然都知道 诺贝尔在几大学科中唯独没有数学奖 京东词语一出 瞬间粉碎了他经常在微博发布营销的老干部 知识人设的形象 网友拉平 没那金刚钻别懒瓷器活 这个诺贝尔数学奖的梗 怕是要跟京东到棺材里面了 正所谓人设崩了不可怕 可怕了是网友会记一辈子 正如翟天林直播时口出狂言 知网是什么 被查证博士论文学术造假 高知识分子人设崩塌 结果导致往后的毕业生论文查虫率升高 从此之后不会有人再开始吹捧他 但年年都有人骂他 因为永远都有要毕业的大学生 京东的诺贝尔数学奖也真是可谓有意诀啊 当京东被邀请向学生分享自己平时的书单时 他却知之无误说不出具体的书名 旁边的李健连忙打员唱说 大家不能看的书就算了吧 结果他说自己平时看的书都是禁书 且不说他微博给分享给网友的书单一个没拿出来 单单就是平时看的都是禁书这句话都让人无语 至于平时京东微博营造的书 诗词歌赋信手捏来的形象大响静庭 可见平时京东都是摆拍 实际上肚子里并没有多少摸水 自打京东2015年演伪装者火了之后 随后我的前半生将他彻底带火 然而自此以后京东就开始陷入了另一种漂浮的状态 反反复复地出演同一种类型的角色 使观众对他的印象固化的同时 又使自己的演技僵化 没有灵性 愈发显得油腻 精英律师中京东的形象一如既往 黑色西装 蹭亮的头发与皮鞋 属于是按分钟挣钱的高收入律师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只是用律师的身份在演霸道总裁 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律师与律所完全不是那样 这样的角色压根就没有贴近现实 只是套用了律师壳子的霸总 之后的京东想改变观众心中自己霸总的形象 于是出演了《如果岁月可回头》这部剧 这部剧中京东抛弃了以往的精英男人霸总形象 改为是一个又颓又肺的中年男子 本以为可以一举洗刷自己曾经的糟点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20年剧播出之后 观众吐槽京东简直是油腻再升级 电视剧的豆瓣评分也只有3.8分 当时观众吐槽 《如果岁月可回头》又名绿帽大作战之兄弟坚强点 剧情狗血程度等同于直接灌三大盆狗血 相当上头啊 这盆狗血彻底让京东油的发亮 真是偷鸡不成18米 随后叠战剧无间将它的形象稍微往回拉了一点 使其稍微改变了近几年观众对其产生的审美疲劳 但是它的灵气已经被这几年演的烂剧给消磨殆尽 最终播出效果并不理想 两个月后 京东演出了另一部剧《纵有疾风起》开播 结果又陷入了死循环 又开始演不贴近现实的霸总 演技一般 台词生硬 开播之后差评不断 总之京东在成名之后 似乎就陷入了怪权 油腻且不自知 成了所谓的霸总专业户 京东演《我的前半生》彻底成名 然而随之也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此后所接演的诸多剧有一个共同现象 都是直唱剧 永远的精英男人 高收入分子 角色形象彻底固定 并且与他现实生活中的形象相同 演什么都想演自己 雷同的角色形象所造成的 就是始终在一个圈子内打转 在观众眼里也形成了固有印象 没有心意于创意点 甚至把几部剧剪辑在一起 整个大串烧都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 就拿今年播出的纵有疾风起来说 算是又交了一份极为糟糕的答卷 实在有负观众对他的高期待 口碑接连翻车 豆瓣评分只有5.8分 其中有大量的一星二星评论 只能说同一类型的角色演得越多效果越糟 没有新鲜感 没有看点 没有突破 电视剧剧情也是比较狗血 男主被女友背叛 公司破产 事业爱情双双丢失 然后通过打拼重新创业的同时 仍与前女友纠缠的故事 首先从选题上来说 毫无新鲜感 又是职场加爱情 且故事情节生硬不合理 剧本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京东所饰演的剧本人物形象 依然是精英大奔头 西装革履的都市男人 一成不变的形象与角色 实在是令人感觉神秘厌倦 再说回演技上 这次很明显的是 京东的演技下降 变得套路化 灵气丢失 台词也变得生硬 整个人再也看不出来 伪装者中的潜力与生机 演了诸多的雷同剧 终究还是磨损了 他前期近二十年的磨练 出来的演技 真是令人惋惜不已 京东街的同一类型剧本太多 曾经的演技灵气 也被消磨殆尽 观众对他的期待与好感 也接近全无 只剩下了格式化的演技技巧 但是观众眼前 似乎仍然浮现着他所饰演的伪装者中的明楼 那么惊艳的表现真的是不会出现了吗 当然会出现的 只要京东愿意去改变突破自己的戏路 回想一下自己演艺生涯前期的奋斗过程 再想想当初进入娱乐圈的梦想 好好地沉添下来 给自己演技一个缓冲期 去重新尝试更多的角色与剧本 好好地筛选剧本磨练演技 那么他的前路绝不至此 也会突破现有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京东的遭遇也算是对老戏谷的提醒 无论何时何地 什么成就与地位 真正让演员为观众称道喜爱的 只能是他的实力与拿出来的作品 也只有不断地突破自我 走出舒适圈 去尝试更多类型的角色与人物 才能不断刷新并保持观众的期待与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不断前进 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活到老学到老 也是说明了一个道理 光靠一两部成名作是不行的 演员要在不同的年龄段 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 不能因为一两个作品的成功 就开始飘飘然 无法沉淀下来 光凭借吃老本 可不是让绿处长青的法子 只有不断地前进 才能带来持久的成功 京东通过亲身的经历 给老戏骨门上的智杰克 使他们意识到 不要觉得自己有了成名作 就可以肆意妄为 千万不要想着啃老本 为已有的成名沾沾自喜 只有好好地锤炼自己的演技 才是真正的王道 如若不然 前期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将会陷入自己制造的囚笼之中 往日荣光都将不复再现 得到之后再失去 往往才是最令人心疼的 总而连之 不管是什么职业 都要有自知之明 勇于打破舒适圈 勇敢走出去 不断学习进步 要与时俱进 跟时代发展同步 精进自己的水平 这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一切的成功 都是昙花一现 转瞬即逝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中 也可以不断地学习突破自己 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